Hello 大家好 來到第44集的寶藝黨藍 我是白兵 Hello 大家好 我是寶哥 Hello 早安 天命 天命是放棄了不再叫自己做天命 沒有什麼所謂 都是一個名字 這個是玉蝴蝶的意思 這首歌就是 叫你什麼名字都沒問題 總之你是最聰明 這個是玉蝴蝶這首歌的歌詞 大家看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就是講棟篤笑 感謝白兵提供第一個笑話 神經病 我說的是認真的 這個是李力池的朋友 認真才好笑 男思笑話 多謝白兵提供笑話 我們今天講棟篤笑話 當然不是我講 我們不講一不講三 講笑 講笑 好厲害 感謝我自己 提供第二個笑話 這個好笑 這個好笑 我們要介紹來賓 要解封來賓 那就是阿添 大家好 阿添心想你倆在關公面前耍刀 不會啊 剛剛看到阿添笑到很尷尬 我不是要笑嗎 幸好我那些人不是你倆 為何可以令到你很尷尬地笑 文天明 本身見到我已經會很尷尬 現在還是可笑 對 還很可笑 對 我們快點介紹嘉賓 好 話說阿添心 就是有在香港舉辦 舉行一些洞督笑的活動 他自己是不是也有教一下 也有開一下 對 因為去年比較窮 去年沒什麼工作 又沒有了公司的工作 那些東西 我自己去教一下這班 現在又很幸運 因為我們其實本身 洞督笑那邊 在香港還是得很小 但是中間是斷了層 可能會更多人認識 就是王之華 就不是我們的群組 我們都想的 對 我當然想 我們就不用那麼窮 那會有阿Rivet 就是一個印度人 就可能更多人認識 我記得 對 我們這班可能有三個人 是做了十年 但是中間是斷了 沒有人 我去到去年 就突然多了三十多個人 變成可以有些東西 即是會去廣東少爺 多了三十多個 三十多個學生 但是真的可以上台的 可能十多 都是三個 都是完工的三個 糟了 你們這些學生會不會聽回 你等一下會聽到意思 真的好笑 都只有那幾個 那你帶我 那你們自己檢討一下 很殘忍 那十年來講 其實只有你們三個人做 即是中間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就會變成一些新的人 但那些新的人 也不是很多 可能中間有幾個人 是做了四五年 我們由頭問起 好啊 我們問一下團隊在哪裏出生 不是說笑一點 是不是在香港出生 組織哪裏 是不是在香港島那裏 即是哪裏醫院 要問 那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是西門子的由來 這個西門子 那個李梓敬 你把西門子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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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好笑 好 我們問一下 最初 就是最初 在未搞這些動篤笑的活動之前 是做什麼的呢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東西做的 反而小時候 那個人很安靜 我就不是很多 跟別人聊天 但是就很喜歡認識朋友 是很奇怪的 這個性格 但是不喜歡說話 很難認識朋友 因為很害羞 很內向沒有什麼信心 跟我很遲 我也是 我很喜歡說話 但不太喜歡說話 我喜歡過程 我小時候不說話 所以就會令到我 經常都在想 怎麼可以一兩句 令到別人吸引到我說話 通常這些就是笑話 很厲害 我就不懂笑話 再去到之後 當然又看了子華 那些很厲害 一個人一支咪 可以表演 再去到後期 去到大學的時間 看到有一個印度人 原來就這樣上台 說八分鐘就可以了 潮寶寶 哈哈 我們現在有這個 你有沒有這樣說 你有沒有這樣說 差不多了 好像香港只有兩個人 只有一個 對於天命來說 對 之前那兩套 手捲煙和那套 在香港拍的那套 寶萊烏片都是潮寶寶 那些就是Racist 手捲煙 我不是Racist 我知道他們很好戲 我知道他們很好戲 我那時候就很歐咀 我第一次 原來可以上台說八分鐘 還有它是 全部都是笑話 原來不一定要交道理 在裡面 我那時候就很吸引這件事 有一次我學校搞一個 洞篤笑比賽 有一班學生搞 那時候就叫做Take Out Comedy 本身只是做英文的 但是有做中文表演 幫他們做宣傳 就來了我們學校 又搞一些工作室 又搞個洞篤小比賽 我就加入了比賽 就失去了工作室 我就贏了冠軍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參加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他們的圖片也寫了英文 而且又不是宣傳得很厲害 而且香港人也不太喜歡上台演講 那些 我小時候就看《開王子》說 那些東西很棒 一個人一支咪 那我就試試 那我想問你贏的比賽 他有沒有觀眾 有的 就是我自己的同學 因為在學校免費入場 那你開頭 這個可以問回前一點 那你本身是 其實一直在中學 大學和朋友聊天 即是圍在一起吃火鍋 你也是會是 搞笑那個 搞笑那個角色 還是其實都是 嘻嘻嘻嘻 沒有什麼特別 去到大學就會是 因為外向一點 有時候會做 MC 那些 就會變成搞笑的角色 還有我經常覺得 這個我都跟學生說 最好的洞篤小學是什麼 例如你剛才說的 打火鍋 當你有一刻很有表演肉 你很想說一些笑話出來 那個時刻放了上台 就是最好的洞篤小 你應該很多 我不是 我不是 天命很開心 我今集中 你還不是說我 我剛剛有個 嘴角含春 嘴角含春 是因為我每次 我每次和我的朋友 相聚的時候 大家都會很歡喜 但大家說一些 很混蛋 很地獄 就覺得很好笑 但當圍內的朋友 當真的 喂 我有個笑話 很好笑的 這個 通常都會變成 老爸都沒有法 很厲害 然後他們全部的樣子 全部就像楊千華 那樣子 那樣子 夠啊 但反而平時 那些 隨心自發 那些 就是最好笑的 講笑話 最忌諱的就是 講個笑話來聽聽詩聯 然後才講 就會變成老爸都沒有票 我本來想著 今天開頭就是這樣 你搞得好笑嗎 這麼厲害啊 搞得好笑嗎 拿著你 把你弟弟出來 然後就做不到下去了 所以真的是 阿田就欺人太深了 就是這樣 原本就可能已經有少少這些性格了 就是喜歡這樣 然後就 其實上台講話 我弟弟當然沒有試過同足笑 但有試過一些正經少的內容 都是十分難的 如果有稿 又要有刺激線 又說要多少秒少一次的那些 那些 基本上要讀五分鐘 那些都應該是想爆頭的 或者讀一個解釋 要鋪它出來 而不是剛好跟朋友聊天 撞到那個時刻 是很難的 是呀 所以其實 那樣東西是難的 其實浸透了很多人走 變成了 但是呢 就會很好玩 那件事 你上台 你去那裡表演 你那個成功感 那些人一聲那些笑 那個成功感是保持著 令到你繼續創作 還有其實 那些人是會 可能大家看得多黃子華那些 覺得每一年都一定要有新的 但其實我有些笑話 可能我是五年都在說那些笑話 這些重要 我都要追求女生 我都有一堆笑話 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用來用去都是那些 有個專業的 講出來聽聽 你們都不是女生 平下多少分 不是呀 有個專業的平下多少分 那我追求女生就行了 不需要平分 還有呢 我們沒有開動小經驗 但是我們也有開見面會 等等 比如 我們 我們總共開過多少場 如果第一、二季合起來 十幾二十場都有 十幾二十場 我們有時候裡面會撞到一些疑惑 然後我會記住那些疑惑 那些位下場說出來 但是其實不是下中的 不是下中的 你說回同一樣的話術 其實當時的氛圍 鋪電 如果不同了就不好笑 是啊 這下很難考功夫的 我發覺 其實有很多其他元素 我們有時候上台都會 為什麼我以前那麼重 拍了手大 現在突然不行 這麼冷靜 可能是燈光 有些燈光是真的很差的 它不能夠令到你專注 又要看看當時那些人是什麼人 我試過去一些公司的激 他們根本就是派卡片 他們都不會聽你的 就是商會最會交換契 商業往來 根本都聽不到別人說話 是呀 是呀 挺有趣的 好像給小朋友 給小朋友 這個真的是 我們問一些成功的之前 我們問一些沒那麼成功的 最炒的是什麼 炒了是那個減 有沒有試過那個位置 我原本給你真是好笑的 全場都好笑 好像看著周星馳和王一菲 在那裏 在那裏 下面台下都好笑 其實大家都習慣了 你做得動作笑 一定是習慣了很久 你說笑話是人們不笑的 有機會 唯有就是你自己怎樣面對那件事 因為有很多人因為這件事 然後就不再做了 放棄 你自己可以怎樣面對 你會回去看一條片 應該要怎樣再調整一下 到時候 幸好是放棄 不是 我是認真的 我不是想開玩笑的 你一會兒不放棄 你繼續繼續下去變捉獎 哈哈哈哈 是 好 但是 這些不是尷尬的笑話 天鳴雜雜都是這樣 他完全可以拿到 他掌握到那個笑 我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你 我剛才說兩句 真的不是笑話 問題是 我怎會因為覺得 大家覺得不要笑而尷尬呢 是 好好的 天鳴 而且不停留著上台 你上台不停練習 你總會知道 原來現在的觀眾是怎樣 情緒 對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笑話是一個工具 對我來說 反而我和台下觀眾的聯繫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現在那些人 根本就不興奮 他都不在乎這些事情 那我講那些事情做什麼 那我可能上台 突然間就會轉了笑話 哦 即是 臨時轉張 臨時轉張 很高風險 很高張法 因為我在台下 就已經看那些觀眾 那些觀眾是什麼 那裏有些情侶 他們大約有多少歲 他們又喜歡聽什麼題目 之前哪些事情會笑 我就轉回自己 哪些笑話 如果台下都是藍絲 很難 暫時沒試過 有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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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一些是關於抗爭 或者笑一些政治人 笑一下梁美芬 有一點 如果笑的下面應該是藍絲 最害怕是什麼 最害怕是什麼 最害怕是 好像杜汶澤先生 那時候搞 凍督笑 他會笑一些黃絲 KOL 他會笑小娘 笑彭國威 對呀 那些人不明白 台下的人不懂笑 我覺得很可憐 我以前都不覺得 譬如他們這些公眾人物 是有壓力的 我上次的one man show 到最後是有少許的訊息 我有個笑話是大約是關於 原來我找我的朋友來看表演的時候 原來有些朋友已經離開了 講關於這一集的事情 疑問啊 不是過世 我對你現在做到這麼沉重的香港 你真是 我用那些來做一個笑話 我現在應該要怎樣做呢 那類事情 去到最後有一個入獄一點 重口味一點點的笑話 就是關於死傳家 但是我沒有說到整句 我這裏就不辨解 我明白 我明白 講解我的笑話是怎樣 但是那一場 我知道我的稿子 我想了很久 你怎樣都不能耐我何 怎樣都不耐我 但我會知道有些人是會不開心 那就最開心 就是要你們不開心 因為其實你說 讀一些笑話 很多時候都是政治 性 這些是比較容易好笑的 社會價值觀 其實我是沒有的 我不是王子華會講政治的 我只是講自己的生活 我以前會講我自己溝不到女兒 現在溝到 現在講他不讓我看女兒 即是比較生活性的 是的 但是去到這兩年 我迫到去我的生活 所以我才會講一下 即是充斥著 即是充斥著 即是用政治來搞機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們看新聞標題已經很搞笑 是的 真的很好 在這裏我又回想起 你又想搞笑 不是 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 即是台灣 說了真的很好笑 白兵有聽過 就是台灣 因為他在家隔離 即是在家中工作 很多時候他以前本來要去市議會質詢的時候 就變成要無法質詢 他市議會的高官當然很開心 我就這樣發文件給你 然後你們就過了 不是 你們只要口頭或書面給我質詢 我可以不用繞多面給你質詢 我當然開心 有一轉 因為我很喜歡一個台灣的Youtuber 叫瓜吉 他也有搞懂得笑 通常都失敗 通常 他被人吐吵的就很好笑 他被人吐吵的就很好笑 但他很認真搞笑 通常都不很好笑 不過無論如何 他就說 在場有一個國民黨的市議員 他對疫情很認真 他就很擔心現在台北市的疫情是這樣的 那些人因為沒有精狀感染 所以他就要求柯文哲 即台北市的市長 就出一個標準 即是一個標 就去給一些沒有病徵的病人 去檢查清楚 怎樣為之有武漢肺炎 就是列一些病徵出來 讓那些沒有病徵的人 知道我自己有武漢肺炎 但他沒有病徵 給一些沒有病徵的人知道自己 他剛剛覺得很好笑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就是一個人沒有病徵 然後你去給病徵表 告訴你 你這樣看就知道自己有武漢肺炎 就是這樣 好笑 好笑 這個OK 你說了好笑 重點是 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笑 這個想法很好笑 他演繹有問題 你明白嗎 這些是這些 你慢慢撿 這個我想起有一次 我跟天明和阿梅 即是我們加入一個女生 的一個對話 因為我們經常說阿梅 就是其實你有些笑話是不好笑的 即是有時候聊天 但她是一個很活潑的女生 那你就說 喂 有時候這位不行 即不是我們不笑 你的笑話不行 這樣 然後就慢慢轉了另一個題目 那你就說一些深深一點的話題 很認真 很認真的 其實有時候在別人面前笑 其實自己回到家會有些抑鬱的感覺 這樣就好笑 不是 天明就對著阿梅說 嘩 那次我在朋友面前說 說得很好笑 回到家會抑鬱 之後阿梅的一句就說 是不是對面的人抑鬱 即是聽阿天明笑的那些人抑鬱 回到家就抑鬱 就說 嘩 這是很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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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發覺阿梅是很幽默 毒蝕的 不是 但他不是想搞笑 就是這樣好笑 他那一刻就好笑 他那一刻就好笑 他就是天真這樣說 他認真 你趕到人抑鬱 這下天 所以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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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繼續問回我的團隊 我們不要再問 之後就 最初搞的時候 在大學參加了什麼比賽 然後就贏了 之後就怎樣開始了 叫做 搞一下 Talk Show 其實我就是畢業之後搞的 就不是我搞 我負責做一下表演 好像普通那些興趣班 有時會做一下五分鐘 有時八分鐘 然後做得久 原來我變了主力成員 然後又有很多事情發生 因為香港的Company Club的歷史 都有點吵架 總之我們就是和舊的老闆不搶 我們自己拆開了 我們自己搞 因為舊的老闆 他不會宣傳香港 即是他在香港的市場 他都不會 是ABC 我們就自己出來搞了 試過每個星期都做秀 就在尖沙咀的地方 每個星期四做秀 我們就發現了一個圖案 就是香港人是不喜歡每個星期看秀 他們喜歡一個月寧願做四場秀 多於你每個星期都做一場秀 每個星期都做一場秀 即是一次過做四場秀 是的 譬如我今個月就28號 我就會來 我星期六由2點開始搞四場 你們自己選擇一個時刻來 是的 因為你幻想一下 那些人都會說 我今次不來 我要等下個月 不珍惜 是的 但我下個星期都來到 這樣又會不同 學到東西 我們以後一個月有一集 不是 一個月一次過錄完 一次過四集 每人四個星期都覺得正 很害怕 嘩我們有五個節目 在這裡 二十個小時 整個 最害怕的是什麼 你那兩天扯光了的人 你整個月都很空虛 他在那裡 沒有負負 搞到平時沒有事情做 不錯 一次過錄四個小時 你們試試 我們試試 那兩集我和寶哥都不出聲 八兵都不出聲 一個人說 拿著一本書讀 就是這樣一路一路試 還有有時候 譬如我們在17年開始 就搞一個叫爆笑節 我們由一年開始 16年開始 我們就會去墨爾本喜劇節 它是世界三大喜劇節之一 一個月內 有四百五百個表演 我們任體 狂體 港同體那些 都是這方面的娛樂表演者 對 其實在同行面前說笑話 我是講中文 他們不會知道 他們那些 挺好反應 他們那些 他們不懂得聽 下面那些 我們只是 服用一些 他們認識廣東人 廣東話的人 可能有馬來西亞人 香港人 很多人 總之是廣東話的人 我們去到那裡 可以順便看表演 他們有一個特色 他們有兩大黑板 在市場上 然後 人們會走過去 因為這個喜劇節 我想看什麼表演 人們派傳單 是會成功的 我們在香港 是不可能派傳單 會成功的 即是會領導的 派傳單 我們就很想有一個 這樣的文化 在香港出現 所以我們17年開始 就有一個 叫喜劇節的東西 就叫爆笑節 每一年都會做 每一天都有些表演 連續幾個禮拜 這樣做表演 幾個禮拜 今年就會在中秋節附近 就會有一個喜劇節 邀請白兵去 是啊 他表演 去看 會叫你上台 會有很多類型 例如 Podcast 都會有人做 Podcast 但有搞笑的 Podcast 又會做 一個禮拜 讀一個GIG會死 因為有很多人 很多人在搞 不只是我自己一個 我們外國人的朋友 他們有搞一些英文秀 例如有些Rose Petal 吐槽大會 我也想嘗試用中文 搞一下 但無奈 我們全部都不是明星 所以都不知道Rose 還要什麼 請林鄭 請林鄭上去 真是好笑 看到她也想笑 不是啊 我怕再有意識 不要說這些 小心點 林鄭坐在這裏 每個人上去都好笑 我告訴你 第一句是她老公 最好笑 一上去拍手 那個遊行城 說是我那個人 真的是我來的 大家沒有認錯 大家沒有認錯 這個瘋 但要互相去疾 Rose那隻 真的要每個人都有點名氣 還有技術含量很高 日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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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叫做 有個Terms 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搞笑的藝人 就是兩個兩個 就是 哦 就是大家互相 漫才 東北那些 二人轉 兩個 都是同一個 搞笑 二人轉那些真的搞不定 我看過一轉 因為大陸的小嬸陽 是北方好紅 南方不紅 是因為南方的笑 笑點和北方不同 然後他們其實是在上台做一個短劇 二人轉 是啊 真的看得到 哇大佬怎樣笑 看得到哭 我心想 他的笑話是說 二三十年前香港那些 會覺得好笑的笑話 哇大佬怎樣笑 但是台下的反應是很好 還有大陸有一輪都是有那些叫做Rose Battle 是 是 通常都串習近平 死了 捉過領導人串 由毛澤東開始串 那不是有一排有一次的 對 只有一次 沒有只示範一次 他們會請一些名人上去 然後被人踢爆 所有稿都是某兩個人寫的 然後就沒有了 好笑 很正常的 但就算我認識台灣 他們那一班 他們都是那幾個人寫的 他們Rose Battle 其實我喜歡那個Youtuber 是真的有一次Rose Battle 是Rose他的 然後那些真的請了當時最厲害的那一班 最出名的那一班 不敢說最厲害 那就是洞篤市那些人上海 然後他們就說是真的有給稿去的 但是他們才會改 改變全非 是的 我也知道他們有些事情 本身有些人 本身出席的 但是我受不了 最後又不出席 是一個碟字的女性 幸好她不懂得講到話 說話很高音 我知道是誰 愛尼莎莎 是一定是這樣 不是愛尼莎莎 是誰 泱泱 你不知道是誰 很高 不是 是咪後 但其實他們都不懂得說 他們都不懂得說 叫龍龍 我都不懂 我是出名的 他們在台灣很出名 是他們出名的 我以為是賀龍的龍龍 賀龍追過他 真的這麼瘋 你們都很熟 你們都很熟 不是 我是看他裡面有一個 是他在轉型做電視主持的 王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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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浩 王浩平 肥的那個是王一浩 瘦那個 他因為轉型做電視主持 所以其實他有些事情 沒有去到很盡 但是他有抽到其他 柏欣夜夜秀的助理主持 就說他以前有追求過那個女的動刀小藝 就是這樣 但大家其實都聽不明白 我肯定觀眾現在在聽聽 是嗎 有興趣可以上網看的 有趣的 好 繼續 然後就1617年開始了這個 運作上 其實是怎樣運作的 人們給入場費進來 運作上就是我們去訂一個場 之前就會跟一些工作室 或者一些餐廳 他們的餐廳就要看他們什麼時候 是最少人的 為甚麼 因為我們幫忙捉人 除非那間餐廳本身是想建立一個品牌 他建立一個品牌 他不需要 他只要別人來表演 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例如我上去表演20分鐘 然後給一些人再賣東西吃 然後有20分鐘 那些又有 然後有些是我們自己訂一個場 然後賣票 這個就是最主要 賣票 那就是上網賣票 然後進來的QR Code 然後就入場 安心出行 就坐吧 我們可以嘗試這樣幫些黃店 可能會累死他們 絕對會 我們在裡面一起犯國安法傳給我們 我上來不是打算退役 他才夠上來 我們這些 我們最害怕的 不是被人拘捕 我們又說 我的團隊啊 棟篤小 是熱狗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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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剛剛被人說真的開玩笑 真的不是 笑不笑到 我叫阿添在那樣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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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因為他們要購買表演的保險 他們在場地 要購買表演 譬如我們在貿羅街召號做開的 他們是一個很正式的場地 他們又要守回75% 四個人一組 那些 如果去一些很私人的地方 譬如一些工作室空間 那就完全沒有問題 是私人空間 那些就沒有問題 那幾多人啊 你坐到就可以了 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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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沒有報寸 沒有 OK 那我們都是平時這樣購買票 那如果真的很正式的那些 就一定要買保險 那麼 那如果在餐廳那些呢 要不需要的 餐廳那些就不用的 當是普通你在餐廳 吃東西順便有個表演 是 如果我們去外國做秀 那些花費是更加大 一來我們又要住 我們又要飛機 然後三來就是 我們要買 又要保險 還有我們的Visa也要付錢 喔 是 工作Visa也要付錢 變成是工作Visa 是 這樣很複雜 是呀 很煩的 如果我們自己報 在外國的Festival 但是做了一次就已經習慣了 我每一次都是這樣做 就算我們非外國的Comedian 過來香港 因為我們亞洲圍內的Comedian 其實都是朋友的 所以我們都會飛來飛去 我真的會認識博恩 那些可以 我就認識不到博恩 因為他自己都很忙 但是台灣那班 我大概都會 大家都會認識我 我也會認識他們 我都會叫他們 不如搞一些 online show 然後來香港那裏做 我覺得有得搞 他們現在有沒有得搞 現場 show 是啊 OK 是啊 搞一下 有聊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還有什麼 那就是餐廳那一隻 那怎麼收錢呢 餐廳給你們 有幾款的 要不就是餐廳問他 你做什麼 你餐廳表演怎麼付錢 讓人們放到阿添 去低谷那裏 那是另外一個 超級表演 在桌上的 也會賺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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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也會闊出 因為隊伍都骨子 這樣有歧視 先生都有 可以 先生都有 黑人居多 那這些是歧視 剛才是怎樣賺錢 黑人在家變成性 他們有幾款 有些餐廳會說 你吃夠多少錢 他們花多少錢 就整個場地給你了 因為我只要過一晚的花費 有些就會跟我們分拆 通常都是分拆的 即他們那段時間 你佔多少成 他佔多少成 因為他們也有個地方 特別是咖啡店 晚上沒有人喝咖啡 那段時間就可以做一下表演 現在很多咖啡店 現在全香港都是咖啡店 其實都是餐廳 你叫咖啡店 咖啡店很多時候晚上不開 你看到現在和深水埗幾多咖啡店 那些靚靚精品 那些真的得見戟和咖啡喝的那些 那些晚上真的沒有人看 真的沒有客人 很慘的 阿添你見過最瘋的觀眾是怎樣 我最瘋 沒有反應總會見過的 但我最瘋是真的會攻擊台上的人 就算我們所謂的Hekola Hekola其實也有很多 Hekola就是在台下突然插咖啡 我都試過 有些是很友善的 有些是本身打算幫你 但其實我們不需要人幫 你笑就行了 有些是自己很興奮的 然後插兩句咖啡 但其實一個笑話 你中間突然插 有些人就斷了 那些人忘記了前面說什麼 有些是真的想過來踩場 這些人是怎樣處置 是不是叫他們離開呢 他們踩場都不是故意的 譬如我們最多的 因為我們除了表演之外 還有一件事叫開啡 開啡就是讓我們上台 可以試一下新稿 和新人可以上台試一下 上台經驗 所以免費入場 你只買杯飲料就可以進來 我們開啡全部都試 入場的人 有個人是混合女兒 我試過 他們混合女兒 而且那個好像是落選港者 他們認得 他第一天來到 已經有一個英文開啡 然後怎麼搞的 已經阻礙我聊天了 我第二天再來 又有一個中文開啡 那天全部人都在插嘴 最後是要我們有一個頭 上台 打算跟他聯絡 去說一下 笑一下 然後他說一句 他說他喜歡收肥 然後他說 你說什麼啊忍道仔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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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兩個人都只是打架 但是寶貝是很不想打架的 那些人 沒有被迫我了 沒有被迫我了 沒有被迫我出手 但是如果你有機會做這些觀眾 也希望可以尊重一下臺上表演的人 我喜歡這些觀眾 因為你真的會攻擊他 我會說不怕你 我真的不怕你 可以做表演的 但是那些人不需要玩 之前也曾經試過有一個英文開啡 是台上那個人表演完 然後下面那個人不斷煩他 而台上那個表演的那個 是他本身有些精神的問題 即是他本身是很緊張的人 他是落到整個杯子 放進去 然後是上褲子 這個表演精彩 這幾多人上到台 剛剛這個是表演的部分 他是演員 那個球員是假的 那些血都是假的 但是會影響了很多事情 你那個Club都不知道怎樣再繼續做 那些人都不敢進來 好像那些 好像空窄一樣 也是 因為始終你不是在持續自己的牌頭 你在持續整個隊伍的人 其實最糟糕的是 香港是沒有這種文化 其實另外這樣說 就是各場越小 這些人就越多 這些人在紅館不會這樣做 他不會衝出來打成王子華 但他是一間十人二十名的咖啡 他就夠敢這樣做 因為他覺得少人 不過英文的人比較瘋 中文就很少這麼沒有禮貌 即是英文的客人 或是叫觀眾 通常是外籍人士還是本地的 外籍人士會喝醉 喝醉酒比他們很厲害 很久喝醉就可以了 我看Hannover也是這樣 那些就要處理 嚴重是直接要有一個人叫他出去 即是在香港做棟篤笑的藝人 其中一個必要的條件 就是一定的武術要求 好沒有這樣 一會兒衝上台你真的要踏出去 我們全部都有練過一下 練過一下的意思不是說笑話 是說體能 變過沒有 不過剛才你說到大場和小場的分別 因為我上兩個星期 剛剛做完一個稍為大一點的場 就是四百多人的場 我第一次做One Man Show 做這麼大 那次我都很開心 我會發現很奇怪 我在小場我會遇到哪些是笑位 哪些人笑到拍手 但大場是為何他們無緣無故拍手 我會感覺到原來王子華 他們一說到什麼的位置 他們那些人就會拍手 譬如我一大堆關於潮雨那些東西 根本就不是笑到要拍手 但那些人就會很欣賞他 挺有趣的 我會看到大場和小場 又會有這類型的分別 真是很難觸摸 笑位這些 很難觸摸 笑位這些真的很好笑 剛剛說起這個 在小人的地方搞笑 我想起我剛剛坐巴士 你在巴士上搞笑 我本身都搞了一場笑 不過我不要笑 就是錄音之前那程巴士 我回辦公室那程巴士 話說我打得很壞 我就不遮住鼻子 然後剛好巴士有點膚 我就要在樓上坐 總之我旁邊有人 然後我旁邊那個人 就突然叫我 先生你戴我的口罩 我就問他 其實你知不知道 沒有病徵是不會傳染到的 我知道 那你也要戴的 你是會科普的 我跟他說 其實我的口罩是沒有用的 然後他說 你不遮住鼻子沒有用還是什麼 他說 不是 我這個海綿口罩 是廢的 什麼都遮不住 連細菌都隔不住 是廢的 那也要戴的 之後我就再說 其實你那個也是廢的 你那個也是隔不住病毒的 那你這個密閉空間 也要戴的 我說戴了就沒有用 沒有戴就沒有用 那為什麼要戴呢 沒有意思的 你不覺得很矛盾嗎 然後就一直說這些 之後突然間 有個阿嬸就說 你可以跟車長說的 我感覺到 那個棟篤笑期間被人查 查斷了那一刻 然後就說 喂 我馬上轉變了 那麼多的嗎 沒有問題我 我就繼續跟隔壁的人說 喂 你又要 他就直接問我 喂 現在可以不用打口罩出街了 照你這樣說 對呀 其實大家都當作一場戲 不過是你這麼認真 但是你這麼認真 但是你又戴的口罩是沒有用的 那就是怎樣 你覺得很矛盾呢 然後他就無理我 後面的教室就說 你兩個閉嘴啦 不要妨礙我 你坐車啦 不要用你睡覺啦 就是這樣 之後就結束了 那也沒事 沒有特意停車的 很麻煩的 為什麼 因為跟我吵的是乘客 他又沒有下去叫車長 還有我全程都很細聲 很斯文 但是他就一直叫我冷靜點 但是他很大聲 冷靜點啊 就是他比較激昂一點的 我說其實你不用這麼大聲 然後他就說 你冷靜點啊 但是我一直是超平和聲的 反而是最多口水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很難搞的 我對著這些 就是這樣 我就是明白 突然間有個聲音 那一刻 很刷斷那一刻 就是Hekola 就是這樣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問一下Tim 問一下 我們從小看王子華看很大的 那些人 其實都覺得搞笑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因為我很多年前 好像是港台的一個節目 是訪問王子華 好像叫一個名字叫夫子自道 其實他裡面 你覺得他不是在搞笑的 很認真很探討那些事情 但是你也會覺得他說話挺好笑的 不知道為什麼 他裡面有一個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記錯 就是他凍督笑的訓練 就是他讀稿 然後他會租一間鏡房 全天就困自己在鏡房裡 然後就對著鏡子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笑啊 可不可以笑啊 怎麼會老母 那些就簡直是沒有台劇這樣練的 他應該是 不是讀稿的 那些 應該是完整的稿 然後他直接對著鏡子 看著自己的表情 練成姿態語言 對 其實需不需要去到這麼誇張呢 或者你們平時的練習是怎樣的呢 我自己就沒有的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OpenMic是一個練習 OpenMic就是讓我現場試到我是怎樣的 然後我回去再看這些影片 原來我可以這樣做 我下次再試一下這樣做 這個就是我的練習方法 那就不會不同 因為明星是不會下去OpenMic 他們唯有對著鏡子 對著鏡子自己練習 例如我之前跟卓韻芝也有 我有幫他做過開場嘉賓 而他會真的對著鏡子兩個小時不斷說下去 我會覺得很辛苦 很沒反應 自己又不給自己反應 是啊 有些人是可以的 我自己就未必是那類人 我要有一個對象 起碼你有一個人 有一個反射回來 是啊 因為我是年紀很大才接觸台灣 美國的棟篤少 我發現我是很景仰子華神的 他真的是神 但是他是做壞了規矩 很明顯的 為什麼 大哥 你外國的棟篤少 其實真的沒那麼長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那關的時間長度是很重要的 因為王子華說 一個人擔心三個小時 差不多 兩個多三個小時 兩個小時起跳 但是外國的很頂級的 都是一個小時就完 剛剛好一個小時就完 是 就是這樣 香港現在的風氣其實也很差 對比起台灣 台灣就好很多 近幾年 特別多是博恩那些人走出來之後 那些人開始懂得欣賞這件事 香港你怎麼看呢 這個市場 香港我覺得有的 特別是現在這個時候 我不知為什麼賣的票是容易很多 容易一些 又不是很多 我知道為什麼 可能太苦了 太不開心了 對呀 而且他們沒有得去旅行 都關事 但我覺得太苦了 我覺得關事 上次我不是說一些 新心靈的東西 越來越受歡迎 這些都是關事 因為已經 你天天看著新聞 那些 你根本都笑不出 你要找些地方去尋求一些歡樂 對呀 那些人都說MIRROR 這麼多人追 都是有少少這些原因 都習慣了 整個氣氛都習慣了 對呀 起碼你有些東西可以 不用那麼灰 即是離開現實世界 對呀 暫時抽來一下 對呀 我覺得香港是有得搞的 你問我實在有得搞的 因為我的職業在這裡 是 我轉了房子 這次是退役的 那次我最後一次訪問 那些AV最後一集的 退臨退役之前 人退座 我覺得每個人做好自己 如果是表演者的話 沒有說現在要等文化做得好 然後我才上台 沒有這樣的 但是每一個人你自己做到自己最好 其實文化自然會出來 那香港沒有了 那香港還有沒有類似你們這些 搞洞篤笑的團體 有些小的團體 小的團體 例如我有些學生 他們自己也做一些團體 然後他們又會再聯絡 原來又有些人去搞洞篤笑 而那些人是很商業鄉的 我知道 譬如他們專門搞一些公司 要做訓練 全部都很商業的 搞公司訓練 是呀 就是用洞篤笑這個名字 然後搞一些公司訓練 然後我教大家做洞篤笑 怎樣優物演講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做這些 優物銷售 笑著來買東西給你 那你開心 開心美國人就想買東西 搞定 那他們那些就做個名字 就做個名字 看看有沒有追求 做個名字 其實有得想 你說殯儀業 開心銷售 香港的沒什麼多 售貨品是最多 是呀 即是不同行業 沒有美容 保險 甚至你真的在商場賣炒班餐 其實都是一個銷售 來的 如果他能夠學到 動篤笑的那套節奏 那個表演的方式 是應該真的對銷售有很大的正面影響 尤其是有些人做地產要照顧老闆 老闆我講個笑話給你聽 如果你旁邊那個是長期是王子華 那麼好笑 即是直接什麼都給你 老婆也給你 是呀很有用的 我經常覺得笑話是好像催眠 聽一下會睡著的 不是 那個感覺是 好像當你入了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一些笑話 你很喜歡那個人 你會開始說什麼都想聽 你會開始說什麼都想笑 當你喜歡那個人的話 其實是真的會的 因為我經常看台灣YouTuber 就算他出名 令到那個氣氛很尷尬 我也是很喜歡看他 你做到他 哈哈哈哈 Tim可能知道誰 叫蔡哥 他有說過一次要噴咪的 但也是很尷尬的 是不是老了一點 不是 他是跟瓜吉的工作室的人 噢 我有沒有留意到 但是我很喜歡那種尷尬的氣味 所以你也是很擅長於創造那個尷尬出來的 台灣那班真的看著他們 看著他們很紅 但是他們本身全是YouTube都很紅 他們因為搞得起YouTube 我們經常都會想一件事 我們應不應該放那麼多片上網 我一放了上網 我就不能說了 之後的那些東西 這個也是個 但他們是願意整個one man show 丟出來 幾個one man show 全部不斷丟出來 然後整班又做的那些博恩夜 show 每個星期不斷丟出來 他們很願意他們說他們夠多人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 因為你有一個知名度 其實那些人對你的gag的要求也有機會低了 今天你黎明搞的gag 是由普通人搞的gag 雖然黎明可能不是有心搞 但是那些人都會覺得好笑 認真才好笑 我是明覆俠 今天沒有冷氣 一定沒有冷氣 在手機上 你想想正常這樣 你會變成了思覺老師 流氓車 沒有冷氣 思覺老師和流氓車都很好笑 但是就變成了這樣的角色 但那個是黎明 這個就是建立那個隱形象 正如王子華 王子華上台喝水的人會拍手 會笑的 我們喝水是不可能的 快點說一下吧 想吃腳趴 未上預註 所以這一個也是 我覺得很重要的 如果你們有幾個 譬如好像 是不是讀V V VBAC 他這些已經有少少知名度 又很帶頭 其實也不是少少知名度 其實也很多人認識他 變相可以再出名些 再紅些 就是放上Youtube 就是把一些疑惑 這個就要看個人 然後你之後 你叫觀眾 各樣宣傳也很多 都是的 只要他紅了 基本上你一個場 叫四百至二千左右 就是一個麥花神的人數 只要我看你大約 如果Youtube訂閱者 去到十萬左右 其實就坐得爆 一個二千人的麥花神 但是你上到十萬 其實你本身已經很賺錢了 可能不需要靠港督 還要你靠這件事來謀生 其實已經很不錯 你也可以開班教 好像現在這樣 然後又可以 好像外面 其實你們可以接到一些MC活動 應該都有 其實那些最多錢 但MC活動是很爽脆的 因為我們做MC 價錢又會不同少少 因為我們願意碰觀眾 我們願意跟觀眾玩 是否都是婚禮多呢 MC 我就少做婚禮 因為婚禮對我來說很悶 我又要坐到四個小時 我只是幫自己的朋友做 還有我都會建議 其實婚禮應該要找自己認識的人 來做MC 你才可以笑到他 他那時候小時候怎樣 好 下次再見 他小時候日日吊坑他該 現在是吊他老婆了 所以他老婆真是 婚禮該 不是 最緊要說完之後 沒有人笑 你看到 新娘的媽媽夾著東西 看著 跌到地上 你說哪個婚禮該 這些不是很好笑 不過沒有朋友 這些真的 老爸都沒有票 為了Gat 沒有這個人 值得的 Gat是先行先的 我也有想過這些事情 但我有沒有這樣的創作 我們有沒有這麼多上台的經歷 可以讓我們整天都剪一個很完美的影片 因為又不能隨便 隨便其中一場 要很完美才會放上網 還有放上網之後 又要想 那些人會不會我放得多 因為其實主力比我們那幾個 我們放得多 其實那些人不想來看現場 應該是不會的 以我們的經歷 因為我們不是搞動作笑 但我們每個星期五都有直播 都會說兩個小時 但我們另外搞見面會 那些人都會來的 因為他知道內容不同 但你見面會的內容不同 我們要創作也要時間 因為我們不是全職去寫東西 我們不是那些人 可能我又要接客人 要跟他們聊天 MC 然後又要搞一些班 變成其實其他的事情 去搞了我的時間 我沒有全職去這樣做創作 行政的事情 但其實也有這樣反過來 可能有一個創作好笑 那條片三分鐘五分鐘 全香港人有看 全香港人認識你 就不同方法了 你未必可以每個星期 就像我們這樣出片 但可能你一個創作 就已經是 好像黃子華的鐵達利極限 香港哪有給我聽過 找食姐 這些又反過來說 對 其實我們各自都有一些 流氓了的影片 好像阿V那些 他說他被警察鬥 那些 我已經沒有那麼恐怖分子了 你還來鬥我 這些我都聽到會背 我聽了三四次 在不同地方 Facebook YouTube 無緣無故突然出來 我又要按一下 是啊 我們也有些影片 是流氓了很多次 但是不是一直有工作 不是一直出 其實很快就浸了 其實我做得自由 就是想自己控制自己的時間 不是想保持 每個星期一定要出什麼 很棒 想拍抖音 15秒 所以要看人 有些人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相信 如果是教班 你是保持有教 還是 我是去年才教 去年我覺得 不如又搞一下 洞篤小的圈子 怎樣發展一下 多些人玩 因為很多人覺得 門檻很高 但是其實 你想心一層 其實你就試一下 你上台試了就可以了 天命有沒有興趣 沒有人知道 天命也有些天憤 你戴上頭盔 誰知道是你 又沒有人知道是你 大家好 其實我就會好像那幅圖 在台上哭 那個恐龍 你可能到時真人 比天命更有名 這個不得了 這傢伙和坐在白兵旁邊 戴頭盔的那傢伙 那傢伙這麼像 是呀 大家的氣氛感 我有很多正經的問題想問 你問吧 你先問吧 你先問一下 因為尊重來賓 剛剛發現 剛才那麼久 最不尊重的東西 應該是那個 會不會 其實阿添 你創作是會有樽頸的 其實是怎樣去克服呢 其實搞笑這件事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我們做直播 本身是帶著很強的政治氣候 大家是帶著情緒來的 但你搞笑不同 大家有些人可能很平靜 剛剛下班 有些人不開心的人 我就是要聽你搞笑 而你要去觸發起它 能量到某一個位置 會笑 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困難 創作過程會不會令自己很大壓力 我想問 怎樣去突破這個創作 要有動力根源 我窮是其中一個人 當我知道 再搞一個表演 我就會多了多少錢 立即有動力 立即有一點動力 但這也是另外一個話題 就是我自己創作的時候 我都會是自己生活的東西 但有時候又會看看 多一些人現在社會 你會注重什麼的東西 譬如有一陣子以前 人們很喜歡說 小口的垃圾桶 變成很小 我覺得很沒問題 有些人扔少垃圾 但其實有垃圾 就要扔掉 口小了 不關事 我不是故意把這件事 轉為一些笑話 我會開始不只是自己生活 開始多留意一下 其他人會留意什麼 接著會擋著那些 可不可以轉去不同的角度 去寫一下那些東西 還有當生活悶 自己要多一點點刺激 多一點點刺激 刺激 自己多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剛剛一聽到這個 垃圾桶的口小了 就扔少垃圾 我只想到鹹東西 那些女的嘴巴沒有那麼小 我只想到這些 為什麼你一錄電台 那人釋放了 電台不太出樣子 我平時少說話 其實我一出聲都是這樣 平時比較酷 都是看自己的生活 怎樣可以轉變 因為我們做得動動少 都有一個特徵 就是很怕悶 譬如我每一次都說話 我都會下次可不可以轉一下 那我開始有這些動力 就會開始找到一些不同的東西 我個人沒有什麼大字 如果那個笑話好笑 我永遠都會記住 講一輩子 講一輩子 講到我講不到位置 因為你沒有去到很悶 很利的感覺 你去到那個感覺 你就會不如我們又轉一下 就算說回這個項目 我可不可以轉一下不同的角度 又是漏小了 很悶 真的有人敢留言 真的有人敢留言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講他們 可以講一些新聞 這些就是那些利 你不覺得是利 觀眾覺得是利 但真的很可笑 就是課金給到他的力量 沒錯 繼續問 之後有沒有什麼發展 什麼去向 之後的發展 要是要等開關 跟著就是再做回全世界到處走一下 去一下不同的 comedy club 去一下不同的festival 去做一下廣東話的show 因為英文show我都會做的 但我很想看看這個世界的廣東話市場 是可以去到多少 一轉要多少錢呢 去一去 要不要要什麼資格 還是有錢買機票和入場費 又不會很貴 例如我去澳洲的 我去住一個月 應該可能三四晚 其實跟那個show 賺到回來的錢 就差不多了 是 當它免費去一個旅行 挺好的 搞不好我都要上去 去見識一下也好 還有最棒的是 我那時候都跟學生說 如果開關一定要去一些festival 因為你去表演一個show 其實你有一個pass 那個pass 是任意看所有show 當然去表演也要有些資格 就是我們認識那個festival的人 因為那個festival的人找過我們去做show 他去了之後 之後我們每一年自己都會apply 可以拍vlog嗎 可以拍夠別人嗎 我自己都會有拍的 可以自己放上youtube 拍完他們的整段 然後放上youtube 這樣也不行 這樣也不行 我們入場前就可以拍 這麼大話會衝出來 入到去又不可以 是呀 整個董督笑圈被你弄回了 有一些show是戶外的 你就可以拍 戶外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香港很流行的 是呀 他們給小朋友 好像現在海濱 海濱 因為我明天都去做 我明天會去中環海濱 有一個叫The Lung的地方 那些人都放了沙發 好像鄭忠基之前都在那裡 是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就會搞鬧 但是 你又不是犯法的 不過 其實你要付錢才能入場 但是你在外面 拿著相機 我們都拿著 都出來不像 香港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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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了 不要緊 說吧 繼續拉我們 狗公 不是 娜娜 哦 屯門公園 哦 這個是瘋 屯門公園 對 Happy八哥很難做 是Happy八哥很難做 這個如果搞棍督笑 我一定會說 這個動作是很難做 很多人說 Happy八很多人說 我們那些即興喜劇 經常都拿去做題材 很厲害 那一下動作是 為了盯人裙底 一個伯伯 這樣 大哥 你的核心要多麼厲害 大家自己回家可以試一下 不如現在聽到在家 不不不不 我回家在家不要試 因為這些是專業人士 沒有這些專業人士指導 你一會兒抓到 那就糟糕了 錯了 然後本身癱瘓 這樣就不值 就是這樣 他年輕的功夫也應該很厲害 是啊 Happy八哥吃個夜粥才可以這樣 好 還有什麼去向呢 明天就在中環海峰見到你 星期六會有一個英文show 我自己一個人去做三十分鐘的英文show 嘩 你英文很好 我的英文很差 我教你英文 對 我的show叫做I got F in English 因為我當時會考是我拿F的 嘩 這樣也很盡 真的 真的不好 我源頭是怎樣來呢 一來我覺得動作笑本身也是英文開始 所以我也要試一下 二來就是我有一陣子說過一個笑話 接著被人網絡公審 是狂插我 好像有印象 狂插我 然後我當時都 什麼笑話 我要知道自己要繼續進步 我好像有些事情要想清楚 但攻擊什麼 我說關於Band Show的事情 接著有人說Band Show不是這樣的 搞錯也不是這樣的 怎麼說那些主人不練習 那些主人朋友沒有練習 那些事情 然後 然後 我又笑一下 你為什麼罵我劉細良 我又笑一下 譚詠麟那些說 我懂得一起唱 那些主人是這樣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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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代又可能不同 嘩 我剛才聽到 黃子華九十年代的talk show 裡面的笑話有些好地獄 其實她說那個什麼 四肢沒有了 但是又可以去橫黑 為什麼她在那裡說石頭也爆出來 這些就像很難地獄 其實這些檢測 嘩 他不斷勉強 他可以幫整個九龍半島發電 這些都是超愚地獄的 他之前也有說過 叫些人全部不生孩子 就是因為要對抗 環保嘛 這些暴政 只要全部不生孩子就可以了 他還有說 我這個年代地球上的大氣層就穿了一個洞 現在如果沒有關燈 用膠袋 你又說我什麼屠殺人類 又說我對人類不住 你希特拉殺幾萬猶太人 也沒有人這樣說他 其實他這些都很爆 但那時候又好像未去到現在的人這樣欣賞 他現在說這些就被人吵了 90年代反而不被人吵 然後我接下來的One Man Show會再次結尾 多一次 但會細長 現在會在8月現在再看看場地什麼時候可以 大家留意一下社群的IG和Facebook 我會在資訊上打出來的 資訊上有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9月我們每一年在中秋節附近都會有一個爆笑節 到時候我都會邀請你們三位一起來看表演 好 幸好 不是表演 不是表演 次年真的要我讀的就是死 到時候應該會有中文表演 又有英文表演 不是好笑的就好笑 還有你喜歡看動作笑嘛 不要答對的答得這麼快好不好 還有你喜歡看動作笑嘛 喜歡看動作笑總有一些幽默感在我自身上 在我骨子裡面 但是邏輯關係不是很對的 好像我很喜歡看鹹片但我性能力很差 沒有人說你不可以拍鹹片 不是 你沒有證明而已 沒有女生跟你證明而已 你也知道的 撲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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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還有一些認真問題 來來來 因為有時候一句笑話 你有自信地說出來和沒有自信地說出來 其實分別很大 是呀 當一個人 當觀眾 因為好話不好聽都很少人看的 那又 怎麼了 不要聽 圓圓要一下 是真的不好聽 對不起 我很抱歉 如果有觀眾就說 我聽完我簽個分享 好像真的 我怎樣啊 我很想太忙啊 我煮東西很好吃 我叫糖牛 煮東西很好吃 中水一吃 怎樣成為糖牛 我怎樣才能合乎資格 是可以 我有什麼資格要條件做 我才可以 動篤士的藝人 或者去表演什麼 如果最初 最初就是 剛才說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信心問題 我會寧願一個人 你不要管 你當自己是超級好笑 你表演的時候 一定要當自己很好笑 你上去不要尷尬 你自己不要尷尬的樣子 其實你都會感染到別人 你只有我 是 繼續 你不要被其他觀眾影響回來 你覺得我真的這麼好笑 你們真的不懂課 那種感覺 我寧願有這樣的氣勢上去 那些人 去表演 而且你要撐是多少 你要撐五分鐘 你會保持著那個氣勢 又或者你試試吃著那個氣勢 譬如我剛開始入行 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很害怕 我便說 我第一次上台 我真的會這樣 我說話 有些人都會用這些 譬如有個印度的製作者 很好笑 她說我剛剛做棟篤笑 我有一些指示 我要和大家聯絡一下 Fuck you 然後下一個 他很好笑 這個很好笑 但你會用到這些 兩三年他就用不到這些 因為你沒有新人的感覺 這樣會有不同的方式 讓大家上台 但一定要去開門 因為那些人真的免費入場 你沒有所謂 我順便去看表演 他試過真實的觀眾 才會在表演 話說近來 聽得多白兵電台的朋友 都說 白兵 你爸爸說話很有道理 不如你多說些 你爸爸有沒有說些什麼給你聽 好像都很有得著 說多些 白兵你爸爸說話很有道理 不如叫你爸爸來做主事 都可以 這個就是 其實我爸爸對天明 是有過一些評價 哇 突然間 突然間這麼殘忍 對 你剛好就插我了 就是這樣 這樣就說了 現在以下這段 就是這個白兵爸爸的言論 給你鼓聲 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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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他就說 其實天明是很特別的 天明是那些 特別差 那些文化根基 中文根基 大家都好玩 對 各樣都很有水準 很有水準 只有人沒有水準 哈哈 哈哈 他都很了解我 其實他應該是見過天明一次 幾次 我記得是 一兩次這樣 我爸爸也有評論天明的樣子 評論完之後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優點來的 如果他去動篤笑的話 他說天明的樣子很有喜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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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你也認同吧 天明 小小書和我笑我笑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起跑線 他有語文能力很強 說話技巧又強 加上樣子有喜感 三個踢 哈哈哈哈哈哈 喂 你王子華的樣子 被人說像抱怡 即是沒有喜感 那個樣子 是一個王朝的句號 是啊 句號的樣子 但是天明不是 天明是一個有喜感的樣子 歡樂 開心 是啊 其實那個起跑線 其實他也很軟轉 說我的樣子很可笑 不是 他沒有這麼說 但是他真的說你的樣子很有喜感 是啊 是很特別的 有反差 是啊 反差盟 好像那個ERROR的153 193 不是 這個肥仔 是肥仔 他也是猜不到他跳舞那麼厲害 這個也是 猜不到你突然上台會說很多 不搞笑的 我們講文化大家明白嗎 笑咎那些紅衛兵 是啊 這個開場很好啊 又有 嘩好悶啊 但原來笑咎那些紅衛兵 很枉糕啊 這個不錯 這個切入點 是啊 這個 會不會即場被國安拉 這樣 笑金人化大家明白 不會的 會不會最好笑的一部分 就是即場被國安拉 這個好笑 竟然安排這樣的演員 原來是真的 真正的 這個好笑 這個拍住手軟 好笑的 這個 好笑的 好笑的 之後 Rader真是健步 立即 現在就帶了新聞下來 混蛋 真的被抓了 一路拿馬鹽一路走 嘩 用生命來演戲 作賭注 留下了英雄故事 哇 不得了 這個就是搞笑的重點 是不是要離開那些傾中的平衡 離開他的平衡 離開他的平衡 離開不了你 我真的被人欺負 真的是我來的 我最後一條問題 來來來來 差不多嚇到美姓 因為外國遞了一條片 之前youtube的一條片 是說一些外國很厲害的 Chris Rock Louis CK 一些最厲害的董督笑藝人 分析他們怎樣說董督笑 因為他有說一件事 Chris Rock說的 其實很多人都很好笑 但他們很好笑的人 不代表會說一個好的笑話 因為說一個好的笑話 其實你怎樣去鋪戰 讓大家進入了這個狀態 下一句笑話 大家就有一個共鳴感 你最後會否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有什麼小技巧去分享 你說Talking Funny的特輯 應該是 但我看youtube應該是八分鐘的短片 因為被人翻譯到中文 但跌倒了 那個很好看 是嗎 他們幾個Comedian聊天 我不知道 因為那條片很短 我自己 不過你講到Louis CK 我是超級欣賞的 我也是 我很喜歡他 因為他之前是被人V2過的 是呀 他是自己第四 他現在再出來 但他又沒有犯法 是他沒有犯法 他再出來 他夠僵不變他自己的性格 還有說回他自己這件事 我覺得很厲害 神級就是神級 他們那些 他願意 不過說回你剛才說 沒有啊 同一條女的單眼 她說我V2 他不是說這些 不是啊 他不是 不是啊 我們講政治的 要更加小心女權分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被人批鬥的時候 那些女權分子會大聲喊 我才是受害者 那些是地獄 其實一個笑話真的要鋪電 好像你這樣說 真的要慢慢 我們來過 我自己也覺得 我經常都覺得笑話沒有方式 其實坊間是有很多方式 但我不建議大家去跟 因為你跟得太多 其實你沒有了自己個人 平時說話 你的聲音會怎樣 怎樣可以 原來我這樣說 那些人就會笑得更高 但你那些書不會教的 反而你怎樣可以找到自己的性格 怎樣可以用自己的性格 變成那個笑話 是最好的 演繹得 你要不停地找 所以我經常都叫那些學生 或者我自己 都會每一次都會拍下自己 怎樣可以變成這樣說 原來我可以這樣說 應該這樣轉會好一點 好過我真的跟著別人的書 這樣看 這樣做 突然之間 原來做獨讀笑都很高層 很複雜 你想想你自己是甚麼人 混蛋 我覺得每個人最後都要去找 這個問題 因為譬如我自己這樣 好笑其實很多人都很好笑 很多人都可以上台好笑 但那些人不只是想看笑話 我想看你 你是一個甚麼人 最後 譬如我有一位學生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 他的學生是很好笑的 他已經在美國做了四年 過到來他是那些 冷面笑象 很尷尬的樣子 但他很好笑 但我有跟他說 其實你過了十五分鐘 那些人就會開始悶 悶 因為你一直都很安靜 那他要找一下 怎樣可以令觀眾有起伏 那個感覺 這個又是另一個遊戲 即是一個one man show 跟我們平時做十多分鐘 又會有些不同 好 大家想想你自己是甚麼人 你想搞笑的話 突然轉到這個位置 下一集New Age台 又是找Tim過來 教大家尋找自我 想天命出道的 下面劉佳一 是呀 天命出道 佳一 天命出道 他可以用另一個名字 是呀 明天 一倫樣 多沒有創意 鬼不知是你 但我又不是我 還要穿綠色衣服 吹呀 好 就這樣 這集差不多 好 多謝阿Tim 我們最後要再重複 明天在中環海斌 不是呀 那個酷好笑 你這樣叫就是呼籲那些人 在外圍那樣拍片 不用買票 明天不要亂來 取消了 買了票也不要去 明天那個就酷了 是 應該是星期六 是嗎 是 哎呀 大家過了 好得體 很生氣嗎 但星期六呢 是不是星期六出 星期六出 如果今天 你今天很幸運 聽到這個節目 晚上就會有一個 英文的三十分鐘動作笑 還有其他很好笑的 包括有Rebek馬布班尼 一個出名的印度人 都會做一個主持 我們合起來 整個節目有一個多小時 最後都覺得很興奮 是呀 有興趣 在一個灣仔 一個co-working space 叫做The Hub 在灣仔橋右手邊 在灣仔橋右手邊 在那邊 我八月的時候 會再重演我的One Man Show 那One Man Show 就叫2020去哪裏 只是說我去年所有的事情 大家會看到我 在觀眾直播 是呀 是呀 我馬上吸引到我 就叫他上台 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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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